各部队整齐划一的步伐 还有先进的军备 让许多人为之震撼 不过在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日子 还是个表达立场的好机会 我们要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保持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团结全体中华儿女 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习近平坚持的和平统一 不只是嘴上说说 在今年的中国国庆庆典上的群众游行中 还特别设了一个名为一国两制的方针 港澳台同胞和各界群众组成了一国两制方针 他们挥舞旗帜欢呼致意 为共和国的生日献上儿女们 据报道 这个方针由香港 澳门和台湾人所组成 并举着明天会更好的牌子 但这一切举动释放着什么意义 习主席在中国的70周年国庆大典上 所说的这个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呢 当然很大程度上 是对香港 尤其是香港 这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呢 首先就释放出一个 应该是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讯息了 中国中央呢 会坚持这个一国两制的 这样的一个方针 是不会转移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当然对于台湾呢 也释放出和平的这个统一呢 应该还是中国的这个首选 这样的一个讯息 海峡两岸的统一能不能够实现呢 其实也取决于是中国方面的这个决心 假如中国真的要统一的话 而台湾方面不肯统一 那么就说这种武力的这个统一 也是可能那位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 武力统一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么台湾方面 我以后可能不是 是不是国民党执政啊 民政党执政啊等等 可能对于统一的这个态度 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当然统一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就要看双方的这种态度 双方的这种决心 今天看起来这些状况 肯定是不会蔓延到中国大陆了 那么香港的地位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比如说你看深圳的GDP 都超越香港了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香港的这个地位呢 经济地位啊等等 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大家可能是比较关心香港吧 就是说只能够到这个程度了